人要低潮才知道自己有高潮 之前所有對你的人的感覺突然轉 我去考了保險牌 我考了保險牌後第一件事就是找我姐姐 我姐姐真的剛巧需要買保險 我發覺原來連我姐姐的單都開不了 因為她已經買了同一間保險公司的單 而她必須要跟著這個保險經紀 我會發覺很厲害 有點辦法 連開一張保險單都開不了 以前也會發覺會否努力就行 其實真的不行 原來你沒有運的時候 真的怎樣努力都不行 你只能夠咬牙關 你只能夠正確地告訴自己 一定會過的 壞運 我喜歡做健身教練 因為我正在幫助人體釋放 我會看到很多學生 他們平時上班很辛苦 很累 但他們做運動就很精神 我可以幻想到他們 其實好像等於我玩音樂 他們平時可能很大壓力 但去到健身就甚麼都不用理 只是爆汗 一個小時你就會接望我 他們看到成果會比玩音樂更快 因為玩音樂是需要自然去培養的 怎樣學習不同的音樂技巧 但做運動就不是你一做 其實你肯正確之勢 其實你一頭半個月 已經看到有漸測的改變 健身教練是幫我去 改變的Live File 因為有一個軌跡 去調查自己去行一條正確的路 尤其是我們在做表演事 當然外表很重要 所以你要有一個軌跡 去帶著Live File走回一些比較健康的路 音樂圈是兩個世界 因為音樂要令我有多點時間 有多點空間去思考 你不專注於自己 自己就會離開 我可以這樣看 音樂是我自己很自私地釋放自己的方法 因為我可以很親身地感受到色彈 我看到我覺得不開心 我就會把那件事寫下來 我們就是這樣去帶著音樂 如果心態有音樂和有運動 這個心態其實就是 我對他來說很平衡的心態 因為就是靈體和身體 兩件事 我都在做一個很正面的方向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